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造型 因为今天是有一位同学问到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立白洗页瓶盖的一个 做法 然后去找图片的时候就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软件是不一样的 不过方法是想弄的时候下面就按照 它里面的尺寸去把这个造型给它做出来 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去做 首先我们去画一个圆 然后它的半径的话是一个 12.5 OK 拿到这个圆之后 我们去画一条线 画一条中线 点到这里来线 然后我们去画一个矩形 这样的话是给到一个 10 然后我们去把它捕捉到中点 对到这里 我们去画一个弧线 然后看起来中边这个坐标9 你要大概的对到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里说是90度 而这里是没有一个 很好的对到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只能这样去对一下 好对到这里之后 去画一个球 在这里 然后半径的话是一个8 然后这个的一个部线 就它这个部线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要去画一个立方体 叠大来两次 加一个球形 弹线条 对系到 这 结果到几十层级 去 数换成差不多的一个大小就可以 然后可以把里面这个删掉 我们想要这个 这个细分呢 给到一个 删 就能够大概对系到这里 转成这个一条线 就把这个删掉 我们去前面 给一个几球 弹线条 这个话就可以 自己去大概对一下 拿到这里 加这个 拉下 拉到 这里 我们需要这个球 给它拖下来 就是这个线 是在这个的一个下面 然后让它倾斜一点 这样的话 效果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OK 然后选了这个 把它这个法线 反转一下 然后附加 不用了 附加在一起就可以 不用反转 桥接在一起 OK 然后去到这里 把这个 顶点 拉到这个 弧线这个位置 就大概对写一下就可以 大概的对写一下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给它删掉 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去旋转复制 这个面就会重叠在一起 所以这的话就先给它删掉 复制一份 然后去旋转复制四份 这也是实例的 二三三份 OK 你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弄出来 去孤立出来 复制一份 这次就复制了 这这个就是拿去 这个是拿去做一个备份 好 孤立出来 先选到下面这个线 把它挖上去一点 太长了 不是很好操作 我们去连下 用到这个简线 最好就是大概去连下 然后再把这个点 去对好它那个位置就好 接 连到这个位置上面 把这个点 上 往上 稍微拖一下 也是大概去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下面这个面删掉 OK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面删掉 这是有点重叠 好 然后我们在这去连一下线 应该是在 到这个地方 它这也是有到一条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点 这个顶点 开始这个捕捉 对齐到这里就可以了 对到这里 对到这里 OK 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 线的一个 走势 均匀 OK 现在应该没有一些重叠的面 这里好像还有 这个 要把这个面 这就是 这个东西 哦 这里还没叠 我们要把连到这里来 开启捕捉 然后这里 我们选到这个点 用到目标焊接 OK 然后把里面这个面删掉 OK 没有问题 我们再去复制一个 然后 使为 然后附加在一起 选到所有的点减 转到点 换接在一起 没有还有选到 我们就 转到顶点 开大一点 这话是没有弄 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模型 就把这个造型给他做好 我们去 拖一下这个细分就可以了 然后这也是 小卡印这个地方的话 用卡线方法其实是很难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比如说选到这些面 去给一个 平滑45 然后我们选到这个硬边 因为去做切脚 其实是 会有问题 像这种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其实比较 比较难去做 所以这的话是比较建议 你直接去加一个 迭代或者直接卡一下这个地方 或者是用到一个 折缝加这个 OpenDI修改器 这样的一个方法 加上一个 线 选到这里 然后选到这个线 反正选 然后选到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是可以 减选 创建一个G 发现一个1 然后选到这些 好 这个的话再去创建一个G 这是拿来区分他们两个一个折缝 一个不同 如果全部都是1的话再加上这个 像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点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的话就 选到这个 这个的话就会稍微的小一点 稍微的小一点 然后这个也不是一个1 把它倒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 反正这个 这个可以让它这个 渐渐 就是它这个过度 会好一点点 就按到这个 然后这个视频 就会稍微的硬 那这一块就是 比较推荐这两种方法 那这卡线确实是有点麻烦 反正这个的话就是今天要讲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直接去迭代 只有中间这圈是可以去卡一下线 外面的话是不太近 或者就是用到这个折缝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看起来就会稍微的硬一点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就到这里